嘉义市今天正常上班上课 家长一早送小孩到学校 台风逼近了但是没放假 家长其实都能够了解市政府的决定 但这只是住在嘉义市的家长 虽然早上没有风雨 但是他们担心下午风雨变大 而从嘉义县来的就不太高兴 我太太她也是老师 所以她也是得上班 可是没办法 原因就是嘉义县今天停班停课 但嘉义市正常上班上课 有些家长必须到嘉义市上班 但是小孩不上学 得自己待在家里造成家长的困扰 嘉义县市过去曾经提倡共同生活圈 这次不同调 也让市长黄敏慧的脸书 多了很多情绪留言 有人怪罪嘉义市政府 拖延到晚上十点后 才宣布正常上班上课 市民涌入市长黄敏慧的脸书留言 说当选民猴子一直变 要不要停班停课 不管怎么决定 一定有人满意 也一定有人不满意 其实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有许多的因素考量 嘉义市因为在内陆被嘉义县包围 因此风雨都比较小 但是嘉义县因为浮原广阔 海边乡镇多如东石铺子等海边的乡镇 风力比较容易达到放假的标准 上来的地方到底会在高雄或在台南 那我想整个的路径如果从这边切进来 那对于整个在西半部的嘉义 那靠近台南跟高雄 那一定会有非常大的风跟非常大的雨 翁县长的脸书也有很多留言 但是因为放假 所以赞赏多骂声少 跟嘉义市大不相同 过去两县市喊出的共同生活圈企划 碰到了老天爷 人算不如天算 TVBS新闻 季健亨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